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投资最容易的频道 又来到8月份,讲完银行定期存款比较 支持频道的发展,欢迎大家加入做会员 虽然7月底,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会议结果是维持意识不变 但之后出了几个不同的数据 市场明显有激烈的反应 其中一样最影响市场的当然是失业率 在最新一个月,7月份失业率升到4.3% 比起上一个月,4.1% 再升多一点 亦是2021年10月后最高的失业率 一出完数据,市场反应很大 尤其是之前升很多的纳指 AI股份在短短两三星期 有18,500几点,一直跌至16,000点左右 市场已经不是说 究竟短时间会减一次息,两次息,还是更加多 而市场更加悲观 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正式转入衰退 所以股票市场剧烈震动 除了美股之外,更加反应激烈的 其实就是日本指数 日经指数又高位,差不多43,000点 一跌至差不多30,000点 用的时间都很短 两星期以内,波幅比美股更大 当然在对上一年,大部分人借日元买入股 当日子开始下跌时,市场就做拆仓 因此之故越跌越深 当然市场恐慌之后,亦有一个差不多一半的反弹 真是心血少一点都吓死 好了,和定期存款有关的就是 减息什么时候来?是否快来呢? 自从美国出了较差的失业日后 市场预期会不会更早减息? 虽然正式议息会议在9月17、18日 但是仍然有小部分人会认为 会不会在9月中前提早减息呢? 但这个仍然还未是主流 普遍来说,市场都认为会在议息会议中宣布减息 在早两星期,大家还在消化着 美国会不会进入衰退的时候 市场正经预期,接下来9月会一次过减 0.5%的息率 但是再过多一星期,市场那次慢慢冷静 现在就普遍预期,9月会减一次0.25% 或者减0.5%的比率差不多1比1了 但无论如何,9月中基本上都是市场预期 一定会减息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这个表 市场就会认为去到12月中 最后一次议息会议 很大机会由现在开始计算 总共减3次,4分1厘到1厘不等 与上个月比,市场经过失业率的数据 普遍就更悲观 认为就应该更加快减息 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又看看美国债券的知识率 基本上要过5厘息的,只剩4个月或以下 开始半年,一年那些息率通通都跌穿5厘了 而去到两年息,剩4厘 其实最近两三星期都跌得很厉害 这个知识率 回来,债价因此就上升 如果这一转大家避开了股市 这么巧下了债市 那你也有一个挺理想的回报 那香港息率又如何呢? 我们看看HIBOR,香港银行同业拆息 HIBOR现在在做4厘 实际按息是5厘3 如果用P-rate最优惠利率去计 P-1.75% 暂时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 实际按息4.125% 两者取其低 即是如果新造按揭 基本上最少4.125% 就算未来九月中,美国会减息也好 香港银行未必会跟着减息 因为之前加了这么多次 前流香港加起来也不是太多 基本资料大家都了解了 那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 有没有立即做反应呢? 有些有的,有些就慢一点 大家要看回情况再做 究竟现在是做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定期存款 还是比较短时间的定期存款 等下一次再做 详细银行定期存款的息率 我们现在一起看看 来到第一间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 它有其中一个定期存款计划 客户在推广期内 开立持有综合 或者理财衣士队 或者是理财金账户 以合资格全新资金到分浪开立 38天、98天 或者188天定期存款 就有以下斗获连利率了 如果你是理财金客户 存款金額 港币80万到300万以下 38天 3055 98天 3095 188天 3065 如果你是理财金 理财衣士队 或者综合客户 存款港币10万或以上 38天 305 98天 309 188天 306 稍微低一点点 另外还有普通的网上定期存款优惠 存款金額港币50,000到80,000以下 3个月308天 6个月305天 12个月3045天 如果你是依时代 或者综合客户 利率会一样的 大家看完这条片 发现了大部分银行 4厘息都不再看到了 开始慢慢再跌下去了 第二件 汇丰银行 港元新资金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 网上优惠 存款金額 港币10万或以上 3个月306天 12个月305天 这个是汇丰卓越理财 专上合户专享的利率 如果你是汇丰卓越理财 效户3个月306天 6个月305天 如果是汇丰银 3个月303天 6个月302天 第三件 中银香港 新资金特优定期存款 存款金額 港币10,000元 如果你是私人财富 或者中银理财 3个月305天 6个月304天 如果是智盈理财 或者自在理财 3个月303天 6个月302天 给到的利息再低一点 连305天也未必有 第四件 中信银行国际 有一个大富翁存款计划 最高储蓄年利率高达7.28% 我们看看内容 由8月1日到8月30日 存入合资价新资金 并登记大富翁存款 转向储蓄年利率高达7.28% 存钱之后分成三部分给利息 第一部分 登记日期到9月30日 有两厘 第二部分 10月1日到31日 有三厘半 而最后一部分 11月1日到30日 就有7厘200 如果大家开了中信户口 未开信用卡的 可以听下这期 信能国际Motion信用卡的优惠 在优惠期内成功透过 投资最容易专属连结 经MoneyHero申请 指定信能国际信用卡 即向丰富独家年营新奖赏 优惠期由即日起到2024年 9月2日下午6点前 经MoneyHero申请信能国际Motion信用卡 填写电邮地址 随得MoneyHero 掌赏换领表格后 在7日内填妥并成功递交表格 在9月30日或之前 获有关银行批核 只需要签账港币500元 就可以拿走独家营新优惠和礼品 礼品由以下这些任选其一 第一样 Nest Cafe 胶囊咖啡机 连六合胶囊 或者第二样 Bruno 职业 饮水机 或者第三样 港币600元Apple Store 礼品卡 或者K-Look 电子礼券 或者苏宁礼券 或者卫康超市礼券 再不是有下一样 以换购价港币1000元 换领任天堂 Switch OLED 游戏主机 或者以换购价港币300元 换领Delsee Eclipse SE 31 吋 前揭式可挖充四轮行李箱 相关内容我放在资讯栏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优惠受条款及细析约束 借还是不借还得到仙虎 然后到第五间 大中银行香港 港元存款10万元以下 三个月三离四 六个月三离四五 十二个月三离三 都比上一个月减了很多息 第六间 利息大户富邦银行 以下是富邦plus 手机应用程式限定 特优港元定期存款优惠利率 存款金額港币50万或以上 三个月三离八 六个月三离五 十二个月三离五 如果你的资金不够50万以上 你会发现利息会少很多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单单看利息 而且要看下你会否满足它要的条件 同样地 你可以不做网上定期存款 可以做分刊定期存款 港元存款金額 等值100万或以上 三个月三离五 六个月三离二 十二个月都是三离二的 第七间 恒生银行 恒生银行 港元定期存款 特优年利率 存款金額港币100万或以上 如果是网上理财的 三个月三离五 六个月都是三离五 无论你是哪个户口都好 都是这个利率 如果在分行做的 将会低一点 大家留意了 第八间 渣打银行 由即日起到8月31日 可以透过SC Mobile App 或者网上理财 以新资金开立定期存款 就有以下特优年利率了 港元存款100万或以上 存款期三个月三离五 六个月三离四 十二个月三离三 另外 渣打银行有一个高息马拉松 活期存款户口 息率高达4.8% 我们看看内容 由即日起到8月31日 开立高息马拉松 活期存款户口 由开户日期起 计算到2025年1月2日 可以在以下特优年利率 港元 由开户日期起到10月1日有三离二 由10月2日到12月1日有三离四 最终就是12月2日到 下年的2025年1月2日 都是2% 第九间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它有一个月月珍息储蓄户口 由7月18日到8月14日 客户只需要成功开立月月珍息储蓄户口 最低5万元 优惠年利率 第一个月一离 第二个月两离 第三个月两离半 而第四个月会有三离的 然后到第十间 升舰银行 DBS 新资金 存款港币5万元或以上 一般升舰客户 三个月三离六 六个月三离七五 十二个月三离四 如果是现有资金 将会低0.05% 存款金额同样都是港币5万元或以上 这一个月同样有快闪优惠 今次是DBS 限时独家优惠 由即日起到8月22日下午6点 透过投资最容易专属连结 经MoneyHero成功申请DBS Blackwell Mastercard 就可以选其中一项独家奖赏 包括有港币800元 维康购物现金券 或者Trip.com电子例券 或者Apple Gift Card 又或者Legend Walker 31寸可扩充前开开拉链行李箱 或者保利来高 即影即右上机 又或者Nescafe 胶囊咖啡机 联络及胶囊 同样,长程我会放在资讯栏 售条款及细质约束 借定不借,还得到才好 大家如果有需要 可以按一按资讯栏 如果有最新开信用卡 或者银行户口等的一位 我会放在资讯栏 虽然不会每一次跟大家说 但大家有空可以按一按资讯栏 如果这么巧那期有好的营身优惠 那么大家想申请的 就可以按进去看看 第十一间 最后12个月 三厘一五 然后到第十三家 Citibank 全新效果定期存款 因为港元高达4.5% 或者一个详细的内容 银马要够大 还有新会员才有的 最后跟大家做了个表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大家会看到三个月六个月 十二个月相对应银行的利息 然后变化的一栏 就是跟上一季比,它跌了多少 大家会看到 除了按兵不动的话 大部分都是减息的 有些小的是0.05% 高的去到0.5%都有 大家留意一下 虽然香港银行同意拆息 没有突然抽调得很重要 但是普遍来说 整个版面大家会看到 全部利率都有下调的迹象 而更重要的是 除了大富翁存款 曾经有一只高达7.28%的利率 大家看到了 其他通通都不过四厘 有三厘六、三厘七已经很好了 这一集说到这里 下一集九月份 银行定期存款 或者最新息率的资讯 再跟大家分享 下一集再见,拜拜